受到家暴的子女在他们成年之后该如何要面对曾经伤害自己的父母呢 接下来有个案例是一位从小遭受家庭暴力甚至性侵害的妇女 住到了寄养家庭之后跟自己的父母几乎没有联络 没有想到30年之后母亲却要求她必须要尽到抚养的责任 否则就要控告她遗弃 而因为目前的法律的确是这样规范 这一名妇女完全无力反抗 但是心理上受到了二度伤害 谈到小时候的家庭生活 封小姐的心情相当沉重 小学时妈妈没有善尽照顾子女的义务 更放任朋友甚至家人对她猥亵和信心 后来社会局介入她才能够脱离这样的日子 不过30年后母亲却要求她要善尽抚养责任 否则扬言要控告弃养 和好必须要两方面 一个是愿意认错 一个是愿意饶恕 和好才能成立 她就开始提出说 你如果不去买 你如果不去买钱 你说那些都消费 童年的创伤 在冯小姐的心里 留下难以抹灭的阴影 但由于民法和刑法都明定 子女应有抚养父母的责任 因此面对母亲的要求 她无力反驳 很多的爸妈 如果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 不尽抚养责任义务 将来老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站出来就说 对我是你的爸妈 你就有义务要养我 那这样子的话 对那些从小没有享受到 父爱或母爱的人 等到他老了 等到他长大以后 他来承担这样子 这样子对这些孩子来讲公平吗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和立委修改刑法 让遗弃罪增添排除条例 遭家暴或者性侵的人 才能够免于恐惧 只不过要怎么样在法律规范 和社会的传统价值中 找到平坑点 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介财林张国良 台北报道